大家好 我是阿萨社区的周老师 那么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的视频 顶个赞 顶赞的朋友可以找我们救教 免费免取一份日本蜡烛图技术 那么这个对交易很有帮助 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正题 常听人说盈亏比 什么是盈亏比 又该怎么提升呢 所谓盈亏比 其实就是在你的账户之中 你可以打开自己的这样一个交易记录 亏损当子的每一笔金额的大小 与赚钱的这个单子进入的大小 这样的一个高低的一个比值 打个比方 你总是赚10美金 然后每个单子都是亏100美金 那你这个盈亏比就严重不合适 那就是赚小赔大 所以在这个交易上面来说 是很难去赚钱的 所以很多朋友做交易的时候 尤其是咱们新手朋友经常拿不住单子 看到一点点的这种利润 立马就想品仓 落袋为安 但是这种想法往往限制了你对于利润的 这样的一个放大 所以有时候大家在持商的过程之中 止损都是自动止损 止盈都是帮助逃跑 最终反映到你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的账户中 那就是盈亏比非常的小 都是不划算的买卖 那怎么去做到一个好的盈亏比呢 怎么让自己的交易或者操作 有一个好的盈亏比比生呢 怎么才能够去壮大的排小的 那么我会给大家分享几个思路 第一个思路就是你想要去做好 一个好的盈亏比 首先在行情的选择上 机会的选择上 你就要有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和视野 能够去看到好的方向上的行情 然后在桌器的选择上面 也可以拼向于去看4小时左右 那你就不能去盯着那些小范围里面的行情 你要有一个好的空间范围 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就是在具体的这样的一个操作上面 当你有一些好的机会进场之后 当行情跑出来的时候 你一定要去设置一些保护性的止损 就是这个行情跑出利润了 后面再怎么走 我都是不排本的生意 那么接下来控制好保护性止损之后 那就让子弹飞回 让它尽量奔跑 让这个利润尽量往空间和方向上面去延伸 直到这个行情明确产生拐头的信号之后 再去考虑平仓的动作 所以这是第二个点 最后一个点那就是心态方面 这是很多人在心态上面控制的不好 那就是要减少盯盘的时间 大家都知道一旦你经常看着这个行情 看着这个盈亏 是吧 一下赚一千 一下又没赚了 说不了这个利润来回的折腾 也说不住这个开心 一直的互动 所以可能你有很多好的计划你就帮弄终止了 其实这是心态问题 当然也是盯盘的问题 当你在进了一个单子之后 不要一直盯盘 也不要一直看着浮动盈亏 做好计划之后 该干啥干啥 该休息休息 该出去走一走就出去走一走 然后让市场给到一个好的结果 所以这是最后一个建议 那么以上三点 就是我想对于盈亏比做的不好的朋友的三个建议 希望大家能够去参考 让每一份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交易记录 都能有一个完美的呈现 在你的单子之中都是赚的很多 赔的很小 好 那么今天的这一个分享 就给大家聊到这里 咱们来下期再见 拜拜